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来跟大家共同的学习这一部的手嫩言经 那么嫩言经的一个修学的重点 简单的说就是在修习手嫩言王三昧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手嫩言王三昧的内涵之前 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习这个手嫩言王三昧 到底这个三昧对我们在修行当中有什么样的好处 在大圣佛法的内涵当中讲到 这个宇宙间有两种的力量是特别的殊胜广大 一个是我们内在的心灵的力量 一个是外在的佛陀的力量 那么当我们的这一念心很清楚的现前 那么很坚定来意念阿弥陀佛的功德的时候 这个时候所谓的能念的心不可思议 所念的佛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时候产生了一种感应道交 那么在这个感应道交的状态之下 使令我们的生命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现实来说让我们业障消除不会增长 创造了今生的安乐 从来生来说使令我们在临终的时候 蒙佛接引往生西方 成就一种来世的解脱 所以这个感应道交可以说是 我们所有净土中的修学者 所追求的一个修学的最终的目标 但是这个感应道交的内涵 我们过去也一再地强调 是以心力为主导 佛力只是一个被动的配合 也就是说当我们内心当中假设产生了障碍 特别是烦恼的障碍 那么你这个时候即便你意念阿弥陀佛 这样的加持力就非常有限 这样的感应的力量就相对的减少很多 所以感应道交的先节条件 我们必须要破除烦恼的障碍 必须要安住在正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那么安住正念呢 在《乐阴经》里面他讲一个观念说 说我们这一念心啊 是一体两面的 我们有时候产生烦恼 变成一个魔鬼 我们有时候安住在正念 变成一个佛陀 所以我们这一念心啊 有时候是个魔鬼 有时候是佛陀 他是一体两面的 问题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魔鬼的势力 烦恼的势力降低 把这个正念的力量加强 当然我们佛教的修学 有很多的方法 都可以对视这个烦恼 比如说持戒 比如说我们修试念处都可以 但是这样的对峙 一般来说只是一个 表面上的对峙 从一种功能作用上的对峙 我们说是如实压草 这个地方草很多 怎么办呢 我把那个石头铺上去 这个草的势力啊 生长的势力就降低了 但是我们就没办法去 从根本上把它拔除 那么本经的守内王上面 它的特色呢 是把烦恼的根源找到 然后把它拔掉 也就是说 从根本上去破坏烦恼的势力 那么当然烦恼的根被破坏以后 它上面的枝叶花果的势力 相对减低了 那我们再配合持戒 再配合试炼处来对峙 这个效果就更好 所以我们在进入 楞音经的证文的时候 你会发觉 它刚开始先找到问题的根源 然后告诉你 怎么把这个根源拔掉 所以这个守内颜王三妹啊 它的一个特色 它能够让我们很快 从烦恼中泄脱出来 安住正念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在研究楞音经的时候 能够使令我们很快的保持正念 乃至于达到临终的正念 有这个临终的正念 那么感应佛陀的加倍 和往生净土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 禅尽双修 以禅观来破除烦恼的势力 以练佛来增长我们的功德 那么这样子的配合 就非常的殊胜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修习 守内颜王三妹的目的 就是能够达到临终的正念 就是这个目的 好 我们先把这个讲义打开 那么这个内颜经 当然内涵很多 有十简的经文 我们先把它做一个耳药的说明 这个药义当中呢 总共有三大段 第一段先做一个总说 第二段是一个别式 第三段再做一个结谦 我们先做一个总说 这个总说呢 我们我先把它练一遍 大家合掌 廟战总是不动尊 守内颜王是西游 消我一节颠倒响 无力争取获法胜 先到这里 那么这段的经文是 阿难尊者在天的佛陀的 这个守内颜王经的三卷 讲完三卷的观念以后 他开悟以后呢 所讲出的一个祭奏 来表达他内心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段的祭奏呢 欧伊大师的科派呢 叫做赞叹术义 赞叹这个法门的殊胜 而细数自己所得到的利益 那么第一段呢 是讲到赞美人法 先赞叹呢 所说的能说的人 再赞叹所说的法 我们看他赞叹这个人 说是妙战总是不动尊 这个是赞叹能说法的佛陀 说佛陀你能够把这个 守内颜王的法门传授出来 这件事不可思议 当然你能够把这个法门传出来 表示佛陀的息呢 是按住在守内颜王三妹 所以欧伊大师呢 他就用这个守内颜王三妹的 三大特色 来诠释这一段经文 他说什么是妙战呢 就是这个守内颜王三妹的 第一个特点 他是随言不变的 也就是说呢 修行者根据空观的智慧 来破除我们心中的直取 而安住在一个不变的体系 他不会随音言变化的 这个叫做妙战 这个总词是花明这个不变随言的作用 那么他在不变当中呢 随顺种种的阴言呢 能够善巧方便 来积功累得 成就自立立他的功德 这就是种词 总设一切的波罗蜜 这个讲到他随言的作用 这个是修行假观 那么这个不动尊呢 就是修行中观的 当我们把空甲恶观达到平衡的时候 显现的一种下茂呢 就是不动 这个不动呢 就是不为一切内外的魔境 所扰动 内在的魔境 我们就是烦恼 外在的魔境 在乐阶经所强调就是鬼神杖 不为内在的烦恼 不为外在的鬼神所扰动 就不动 所以这个妙战 总是不动尊呢 就显现了整个守乐阶 王三妹的内心的状态 是不变的 是随言的 而他的一个种的 一个下茂呢 就是不动 那么怎么要能够成就这样的心态呢 守嫩原王是稀有 我们必须透过守嫩原王的法门的修学 才能够达到的 这个守嫩原王 翻成中文呢 叫做一切式的就尽兼顾 就是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心态 来做这个功德啊 第一个它是就尽圆满 它没有欠缺 那么它是坚固不可破坏 你按住在不变随言 随言不变的这个状态 你修习所有的善法 布施慈戒 忍辱 都不能破坏 特别的坚定 就叫守嫩原王 三妹包括一个就近义 跟坚固义 那么这个法门是非常珍贵稀有的 佛陀也不是随便开显的 那么这一段先赞美人法 下一段呢 是说明阿难尊者在修学过程当中呢 他自己得到的利益 说是消我意解颠倒想 不利争取或化身 那么这个守嫩原王三妹 他所破的 当然是烦恼 那我们刚刚讲过 烦恼它是有根本的 什么是根本呢 乐园经讲生灭心 这个生灭心 或者讲妄想 那么这个地方讲颠倒想 这个都是烦恼的根本 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颠倒想 我们又叫做妄想 在乐园经的观念 它第一个要你分别真妄 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 你要随时知道 你现在是安住在妄想 还是安住在真心 那么怎么知道是真心跟妄想呢 乐园经做出一个判断的方法 说是这个颠倒想 什么叫颠倒想 这个想是没有错 人是应该有思想 那问题不能够落入颠倒 就是当我们的心 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感受 而我们的想法是 跟着外在的感受而走 跟着感觉走的时候 这个就是颠倒想 因为这个就会隐身烦恼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到厨房去 我们吃这个苦瓜 这个苦瓜 我们的舌头跟苦瓜接触的时候 有一个苦的感受 这个瘦 我们就产生一个想法 这个苦瓜不好吃 这个就颠倒想 我们今天去吃一个蜂蜜 我们的心跟蜂蜜 接触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感受 一个甜蜜的感受 我们说这个蜂蜜 很好吃 这个也是颠倒想 也就是说 当你的想法 是由感受来牵动的 这个就颠倒想 那么我们说 那什么是真实的想 真心出来的 比如说 我要利益 无量无边的众生 你这个想法 是从你内在 对于道理的思维 而产生的一个想法 是从内心生起的 这个就是真实的想 所以我们在判断 什么是颠倒想 什么是真实的想 你要找到它的根源 是从哪里来的 只要你这个想法 是从外面来的 通通是妄想 通通是痛苦的根源 这个都是你要破的 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你问他 你从什么地方来 这个想法是 我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而产生的 但外境消失的 我这个想法就消失了 这个就颠倒想 我今天申请一个想法 外境不管怎么变 我一定要利益友情 我一定要弘扬佛法 外面怎么变 你的想法还是不变 这个就是真实想 所以只要从内心深处 升起的想法 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 只要外境的刺激 引伸的 就是颠倒想 简单的判断就是这样 当然到任务经 他会很详细的说明 那么总而言之 阿难尊者说 我这个法门得到的 最大最大的好处 就消灭我的颠倒想 任务经说 所有的烦恼 有一个根本 不管贪欲称惠 就是颠倒想 这个根拔掉以后 烦恼就没有根本了 所以当我们把颠倒想 拔掉以后 就很快的能够 证得清静的法神 那么这个地方是 讲到阿难尊者 修习守能源王三昧 所成就的一个 自利自受用的功德 当然他的功德不仅以此 他会产生一个 利他的功德 我们看第二段的 试验起家 好我们看经文 请合掌 验尽德国城堡王 环渡如是横杀众 将此身心奉承煞 试则名为报佛恩 福寝世尊为证明 勿着恶事事先入 如意众生未成佛 终不以此其离还 大雄大利大慈悲 西庚省处为戏祸 令我早登无上绝 以十方界作道场 顺若多信可消亡 朔家罗信无动转 那么乐园经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刚开始 在修学不变跟随言的时候 先从我空法空的智慧 破除颠倒响 那么成就了一个不变的体 先误入这个体 那么接下来 从这个体 一体起用 产生一个随言的作用 那么这个就是菩萨的试验 所以他这个时候 花起了他一个菩萨的试验 而且请求佛陀的 再一次的加持 那么这一段的经文 有偶尼大师分成三小段 第一个呢 花大试验 那么当阿兰尊哲 消除了颠倒响以后 他说啊 我对于未来 有两个期望 第一个 验经德国成保王 我希望我赶快能够成就 无量的波罗蜜 成就佛陀 成就保王 第二个 我希望以我的波罗蜜呢 来救度一切横杀的众生 下化众生 那么这样子的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呢 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呢 将此身心奉承杀 那么当然这一段话呢 最主要就是身心 古德解释这个身心呢 就是真实而不希望的心 不畏名利 不畏人天果报 不求二称念盘 一心一意的 为了众生 为了菩提 这种身心 当然 阿兰尊哲能够生起这样的身心 也就是因为他经过 守恼脸王三昧的一个洗涤 一样消除了电倒响 才做得到的 没有夹杂任何的电倒响 那么依此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呢 来报答佛陀的说法之恩 那么这一段呢 欧威大师说呢 他是一个总相的菩提心 一般性的菩提心 那么下一段呢 叫做别相的 叫做真相的菩提心 我们看下一段 福请世尊为证明 五着恶事 始先入 如意众生 未成佛 终不于此 请一会 那么这个菩提心 前面呢 是一个总相的 一般性的 那么这个地方 是别相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阿兰尊哲在 跪在佛前呢 请佛陀来证明 他的内心呢 他说 我今天要杜众生 是怎么杜众生呢 是五着恶事 始先入 那么这个地方 就很特别了 欧威大师说 这个五着恶事的特色呢 是从外在的环境来说呢 弃佛九眼 磨墙法弱 五着恶事就是 染物的力量很大 清净的力量很少 诱惑很多 从内心的世界呢 众生烦恼出众 刚强难化 众生的时候 这个烦恼很重 到五着恶事 大家都很重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 外延跟内因 都非常污浊的环境之下呢 一般的菩萨 是不敢 来到这个世界 度众生 那么阿兰尊哲 今天呢 他以这个坚固的试验呢 他说五着恶事 是先入 而且他说呢 假设一个众生 没有成佛 他绝对不成就 大波涅槃 那么这个地方 欧利大师呢 他在讲这个 别 别相的菩提心 他说 他说这个菩萨的试验 是以心中的智慧 做基础 那么阿兰尊哲 今天敢花一个 这么重的试验 说是五着恶事 是先入 这表示阿兰尊哲 是透过 守能源王三妹 而成就了 心佛众生 伤无差别 他能够从这样的一个 众生的妄想当中 找到一个亲近的本体 说是把心带回家 而从这个家当中呢 他产生了一种 同体的大悲 方人致死 才能够发起这样的试验 否则一般人 不敢画这种说 五着恶事 是先入 如意众生未成佛 终不以此其力还 他发不出来 这表示说 他已经经过 守能源王三妹 也真是的 洗涤他的一个颠倒响 那么真实的 找到他自己的家 所以他能够发 这么一个深固的试验 大雄大利大慈悲 西庚省处为西祸 令我早登无上觉 以时方界作道场 那么这一段是 请佛加倍 那么阿伦尊哲 当然他只是悟得了 觉悟了一个亲近的法圣 他还没有正德 所以他这一次 在请佛陀 大雄是赞叹佛陀的法身 大利是依止法身 所产生的智慧 他能够破烦恼障 所以叫大利 那么大慈悲 是依法身所生的慈悲性 那么这个时候 他希望能够干什么 能够更加一步的 能够消灭 他的维系的烦恼 在阿伦尊哲的叛教 阿伦尊哲这个时候 觉悟了亲近法身 他的阶位是 言教的处性位 断了见惑 他的知见的烦恼 破坏 但是他还有爱取的失货 就是在那人经说 佛陀说 阿伦尊哲 你已经觉悟了亲近的法身 你也知道 妄想是不真实的 是外境的刺激产生的 你现在慢慢能够 不为烦恼所扰动 能够成就不动尽 但是 你无量解答在六根门头当中 累积很多的习气 这个都要消除的 所以这个维系货 就是要经过25言通 六根六成六四十八戒 从这个六根门头当中 去洗刷我们过去 所残疑的烦恼习气 所以这段经文等于是 成千起后 把前面的三简的观念 做一个总结 又带动了下一段的 25言通的修行 所以他说 西根省除维系货 等于是再一次的请法 使令我能够早一点 把六根的烦恼洗干净 而成就无上菩提 到十方界去广度众生 这个是请佛陀进一步的加倍 第三段说明道心不退 顺弱多性可消亡 朔家罗心不动转 那么阿伦尊泽 修行首诺王三妹 他的一个特点就是道心不退 这个顺弱多就是虚空的意思 那么虚空是无形无相的 我们看到这个树木被台风一吹倒了 房子也被台风吹倒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说 虚空被破坏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即便虚空是可以破坏 即便朔家罗 朔家罗就是金刚 金刚是很坚固的 即便虚空是可以破坏 我的心还是不动转 那么当然这段的经文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出的 这个首诺人王三妹 他的一个特点 第一个 首诺人王三妹 他的一个理体 他所根本的思想 就是妙战种是不动准 他是不变 跟随言两种观念 那么我们这一念心 跟这个观念接触了以后 产生一个修德 那么这个修德 这样的一个修邪 有什么好处呢 从自立的角度 能够消我意解 颠倒想 不利争取或化身 破除我们的颠倒想 从利他的角度 我们能够产生坚固的事业 五着恶事 事先入 如意众生未成佛 终不于此情理法 所以这个首诺王三妹的书生 他能够从这个地方 加深我们的事丽丽 他的功德 那么这个等于是一个 我们对这个 嫩言经的法门 先做一个纲要的了解 做一个总说 我们看下一段 下一段就讲得清楚了 我们把这个观念 再做一个 比较详细的说明 好 我们看假恶的别式 就个别解释 我们把这个经文 显念一遍 大家请合掌 大佛顶者 吉薪自信之离体也 随言不便 龙世科 而为世本真 不便随言 妙七大 而各周法界 亦冰水之始终 为世私信 辟太息之情相 不计发挥 十戒一心 四照余缕聚 片色片寒 一镜三地 横变以树立 非并非别 以此 陈志行英国 顾名如来 秘因修正了意 即此为 化他英国 顾名诸菩萨 万恨所嫩言 英国妙修 潜规兴聚 化他利用 临格体中 二本名 而金沙利变 二亿捷而 华屋 有门 言通既成 信方便之 无非甚性 言根既贤 知耳门之 独立此方 名悔殷勤 戒胜聚局 到场案例 显密附之 无鉴刺 而立鉴刺 能力之 郑助元璋 即畏赤 而非畏赤 首立之 转依如患 经言曲去 只因 弥此 大佛鼎礼 而望受 轮回 谁打 空花 无别体 详辨 五谋 本求物此 大佛鼎礼 而中途 成佛 哪知 妄想 作根源 事成 一代 实教 知经水 成佛 作主 之密钥 无上 言顿之 指规 三根 普辈之 方便 超前小 之 殊胜法门 吹 谋外之 实相 正义也 所以 一恋 世人 灭业障 如翻大地 依教 行道 陈菩提 如官 掌国 智者 大师 文明 遥离 不但 其劳 波达尊责 波辅 眼传 不此其苦 自戏 身逢 相聚 或过 雄前 智飞 大师 神功 何咬 然子 特意 文言 异妙 直言 气声 助书 虽多 终极 魏力 悲 了欲之 上淫 痛迷津 之 直告 不此顾弱 撩旦细名 片踩 众长 则中一离 惊眼 绝诗 再续 弦文 不敢以前人 苦叫 示威 但至 相师 经深求 脉络 愿我同仁 悉心 着眼 必有知其 同意 浅身 为胜 得师 则也 好 那么这一段 是欧伊大师 他在解释 嫩言经之前 他的一个序 那么这段的序 他讲了三个重点 第一个 他先解释这个经体 解释经体 第二个 他把这个经文的 纲要 做一个说明 第三个 他讲他自己 他做这个 嫩言经的 注解的一个 他的一个心态 就讲到这三件事 我们先看第一个 也经体 明信修恶德 从经体当中 我们知道 这个守嫩言王三昧 他所依止的 信德跟修德 首先我们看第一段 花明真信 这个信 就是真实的理性 这个就讲到信德 那么我们整个 嫩言经的修学观念 就是根据大佛顶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我现在不解释 我们等到经文的时候 再解释 简单地想 这个大佛顶 就是真如理 所以偶尔大师说 其实守嫩言王三昧 就是在正念真如 那么这个真如理 表现在内心 我们叫做佛性 表现在万物 叫做法性 就是大佛顶 大佛顶理 这个大佛顶理 就是我们所依的信德 那么这个大佛顶 是什么相貌呢 即心自信之离体也 这个地方的关键 就是这个自信 我们在修大佛顶的时候 你要有个观念 就是这个大佛顶的道理 是本来就这样子 这个自信就是说 我们众生本具的 我们只是把它恢复 把它恢复它本来的相貌 不是说你后来增加的 比如说你现在 你从小接受教育 我们要好好的帮助别人 我们要好好的读书 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不能说本具的 因为你是经过教育 经过后来的欣喜产生的 这个是外来的 但是你这个大佛顶理不是了 是你不管你怎么流转 你永远不会改变的一个本性 这大佛顶理 当然我们现在离我们的本性 很遥远 所以那到底什么是我们的 本来面目呢 欧毅大叔呢 说我们的本来面目 有两个相貌 第一个是 随言不变 容是可而为是本真 不变随言 妙欺大而各走法见 我们原来的面目 有两个面目 第一个是不变性 一个是随言性 我们凡夫啊 就撕掉这个不变 恶乘人 撕掉这个水眼 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凡夫的心呢 是变来变去的 到处乱变 你看我们的心 跟我们如意的环境接触 产生一个热受 就产生贪爱的想法 我一定要越多越好 我们接触的环境是 我们不如意的 我们不喜欢的 产生苦受 我们就跟着这个感觉走了 我们产生称心 这个东西对我越少越好 我们产生一个 不苦不乐的感受 我们产生疑痴 产生情直 产生疑痴的想法 所以我们的心是变来变去的 一下子起贪 一下子起撑 一下子起吃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就是被这个感觉 这个瘦 心髓旺转 被他带着走 所以我们凡夫变到最后 连自己是什么相貌都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完全被这个感觉 被这个感受 被外境来牵动 所以我们凡夫 撕掉了不变的离体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 其实在整个四科 这个四科就是 五印六入十二处十八戒 这个到经文都会详细说明 简单的讲就是 身心世界 就是色心二法 总而言之 你要在身心世界当中 找到一个不变的离体 然后从不变当中 在从七大而显现着种种的 清净法界 种种的庄严 那么二刺人 撕起随言之用 二刺人是完全不变 完全不动 那么就撕起了 激功累得的机会 所以任元坚讲这个随言 讲得很清楚 你看这个任元坚 他讲空性 讲花明这个不变的体 讲得很清楚 他讲这个 因元观 假观 讲得更清楚 讲到这个因元法是怎么样 行业发现 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因元当中 你有你的小因元 他讲到这个 供业跟别业 那么我们又有一个大因元 那我们这个小因元 又在大因元中绕转 那这怎么办呢 从任元坚的观念 他的观念主要就是修六个字 第一个 名相位 第二个 立德业 首先我们要在因元当中 找到这个相状 这个是什么样的因元 然后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们一个人 很容易犯错 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站错位置 你看我们 朱家仲有三个阶位 刚开始 进罪及师 第二个阶段 积功累德 第三个阶段 安逸养进修 每一个阶段 都有他应该做的事情 你应该进修的时候 跑去洪华 你现在应该洪华的时候 你跑去进修 这个都是找错的定位 乃至于我们在整个僧团 在整个佛教界 都有自己的定位 因为我们 深受过去业力的影响 我们在佛法修学 不能否定过去的业力 叫做行业发现 就是说 我们过去有一股 很强大的业力 虽然我们正知道 一切法是空性的 但是在不变当中 他会显现身心世界 而每一个人 深受你过去业力的影响 那你不能离开阴言 那人听说 你要怎么样 旧路还家 要从阴言当中回家 所以你要找到你的定位 然后第二个更重要 立德业 在你的阴言当中 去修学 所以我们在 任元经 其实整个 任元经的观念 它就是在发明 怎么样的 随言不变 第一个工作 先成就自立的功德 然后告诉你 怎么样 从不变当中 来随言 积功累得 整个十简的经文 就讲这个观念 这两个观念 一个从甲入空 一个从空出甲 就讲这两种观念 当然他的经文 讲得非常的详细 佛多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他一定会让你 办法让你懂 那么看比喻 说 一兵随之始众 为始私信 一辟太细之 倾向不惧化会 当我们设用归体的时候 我们发觉 兵 象状是坚固的 就表示一个人的恶念 水是柔软的 表示他的善念 其实不管恶念善念 他的体性都是私信 他的体性都是 清净本然的 一个不变的体性 这个是花明 他的不变之体 辟太续之 形象不惧化会 那么当我们 从空出甲的时候 你看虚空是很大 他本身没有形象 但是他又不障碍 所有的形象去花灰 你要盖房子也可以 你要种树也可以 这个是说明了 他的一个随言的妙用 所以总而言之 十戒一心 四朝以礼聚 骗舍骗寒 一进三地 横遍以树立 非兵非别 那么整个始法界 这个始法界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四科七大 就是我们的身心始界 主要知道一个观念 楞元经讲了很多很多 海公在讲楞元经 讲一个观念说 所有的楞元经的经文 没有离开你的 当下的身心世界 不管在怎么团悬搜庙 都是在讲你 现在的身心世界 所以他是就着阴言 来花明真理 没有离开你的身心世界 所以这个始法界 就是你的身心世界 那么身心世界 从内心来说 它是四朝礼记 四朝就是讲随言的作用 礼句是讲不变 那么从外境上来说 是横遍树立 横遍就是随言 讲到差别相 树立就是不变 讲无差别相 它是非兵非别 楞元经的真如理 我们看它经文的结构 它要你先花明 内心的真如 你的心先调整好 你的心先找到 不变随眼随眼不变 然后你再找外境 原来外境 你的身心世界 是不变随眼随眼不变 一切的外境 也是不变随眼随眼不变 这第二个 第三个它告诉你 你内心的真如 跟外境的真如 是什么样的关系 你怎么用你内心的真如 来带动外境的真如 所以楞元经的讲真如理 讲三件事 第一个讲内心的真如 第二个讲外境的真如 第三个讲 内心的真如 跟外境的真如 有什么关系 这三个主题讲了三卷半 三卷半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请大家打开 讲一 第三面 秉一 耶经体 明信修二德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偶尉大师先解释 这个经体的含义 那么经体当中 先解定这个大佛底 这个大佛底呢 就是整个楞元经的 整个修学的观念 就是说你整个修学的观念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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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